Hello大家好 我是小黑 我是韩妹 我本以为2020就已经够魔幻的了 结果在2021的1月 张恒和郑爽都来了一个 魔幻开局 对于那件事情 我们最开始只是想默默吃瓜 成为那个被瓜填饱的茶 直到我发现的这些 憨疲言论 我们又看到当事人们的回应 有模糊重点 把焦点放在感情问题上 的时候 我们真的坐不住了 避重就轻 还是避重就轻 谁可没有关心你们感情问题 我们只想听你们回应 代孕弃养 就是你的娃 从网上接连爆出的两次录音 我们能很明显的听出 无论是张恒家还是郑爽家 都没有把两个 代孕得到的孩子当成人 来来第一次爆出的录音头 郑爽的父亲想要弃养孩子 就是跟于爱说一下 就弃养了 哇那句话充满之后 这个父亲对法律的无知 对生命的漠视 我甚至想拿到这话筒 来到他面前请教他 请问你是怎么有脸 说出这种垃圾话的 请问要是这个孩子 生你女儿十月怀胎 生下来的你还会说出这样的话吗 你看 郑爽的妈妈就没有底气 说出这样的话呢 她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 领养 可以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领养 生下来一只脸就这样做不到 就是你俩全忘了这一分 对 就全忘了 就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就是你再整个二十岁了 那天啊 带来找人 眼前来繁养了 我不得不对郑爽说一句 你妈是真的周全啊 连孩子二十岁上门都盘到了 都那个了 你不晓得她有没有盘到那段录音 被当初的女婿的朋友曝光吗 嗯 可能她没有 不然也不会允许女儿 说出这样的话吧 就是有那个 把子弹掉 把子弹掉了 作为曝光录音的礼房 张恒一家就没问题了吗 男方也不算是个好人 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 自反犯法啊 这个都是两个人 一起来搞这种违法的 然后现在曝光出来 不管你是什么目的 这两个人都是法外狂徒 都是张三吗 如果一个人标板自己 遵纪手法 这个人完全有可能是人渣 最让人气愤的是 这一段录音头 名言人都看得出来 张恒 郑爽 两家人 从头到尾都把那两个玩儿 当成了问题而不是人 那个行为就像有个大兄弟说的那样 我感觉他们这料性 就和两小群女 一直兴起买了猫狗 以分手两人都不要了 只是他们玩得比较大 是玩人而已 但是这个玩 是犯法的呀 有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 待遇卖暖到底代表着什么 就单纯觉得这是个 理清我愿的事情 我还看到有粉丝说 单纯了 我就喜欢他这个人 哎 不好意思 那件事情没里没想的 那么轻松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 明确规定 禁止以任何形式 买卖配子盒子 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而且不管是代孕还是卖暖 从他们的最开始取暖这一步起 就已经需要我们去 证实他们的危害了 那个爱德妇产科2里头 有一集就是讲的一个女娃儿20岁 为了买奢侈品 去黑市卖她的卵子 最后得了卵巢 过度刺激综合症 随时都有卵巢破裂的危险 但是那个女娃儿 根本不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还跟朋友云淡风签的打电话 住院要买包 我真不来 住院呢 我妈看着我呢 天天得装乖宝宝 这次出来 我决定好好犒劳一下自己 我听说 Shaneel出了一款新的限量版的包包 我决定拿下 老规矩啊 还是说这钱是我从你那儿借的 千万不能告诉我妈 这钱是我自个儿的 我的天啊 她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事情 是不好的 是对她自己身体有伤害的 而且她还要把这种买卖 介绍给其他人 卖血 卖血能挣几个钱啊 那能做什么呀 好 给你 但是局团这件事情 真的像她表现的这样 轻松简单吗 未必这是跟母鸡下蛋一样 一天一个蛋吗 呸 正常情况下 女孩子一个月只有一枚卵子 会发育成熟 如果要取卵就得打针促进排卵 明明不该出现的时候 你非要让别人提前出现 明明人家没到成熟的时候 你非要把别人吹熟 你以为卵巢是榴弹剂吗 先不说强行排卵 会对卵巢造成多大的伤害 你们看看这个取卵用的针 嫩根肠 我狂只看到起脚子母的扣紧了 她还要全部穿进你的身体头 我的妈呀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在代孕过程中为了成功力更高 一般还会在代孕妈妈体内 同时注入多个受精卵 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万一三个以上受精卵同时存活了吗 那不好意思 可能麻烦代孕妈妈做手术减胎 这样的话 那个代孕的妈妈又会面临另一种折磨 所以陈凯格拍的那个宝贝的短天 真的救他妈悬浮 真正的代孕机构 可不会让一个代孕妈妈认个自由 为了那个孩子的健康 代孕机构会让代孕妈妈 住在他们安排的地方方向管理 而且为了胎儿能够逐秤 甚至强行让代孕妈妈多吃东西 有了代孕妈妈甚至要经历几次 那种痛苦才能成功把娃儿生出来 除了对女性的身体伤害之外 这一切还暗示了另一个点 参与了整个过程中的每个人都默认了 女性的子宫就是商品 租赛的婴儿也是商品 当生命和生育被当成单纯的买卖 那一刻起 他们就失去了被当事人争识的价值 在爆出的正常录音里 她和她的家人可以因为小钱的感情不合 毫不犹豫的放弃 已经成行七个月的胎儿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只是花钱就能搞定的商品 就是我 我是觉得 女方一家就是典型的那种物化旅行 因为他们理直气壮讲出来的原因就是 我们感情好 我们想要宝宝 然后感情不好了 我不要了 我送给其他人 是给其他想要孩子的 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功德益壮 这个不是物化是什么 而且她在这个孩子还没生出来 她第一反应 只先把他打掉 她完全不会去想 这个代孕的人会承受什么样子的 有多大的危害 对 那个肚子怎么样 你借着那个肚子 她有多大的危害 她没有考虑过这些 她可能想的就是我给了钱 而且人家就是告诉她 没有办法 这个首先是办法的 不行 感觉没在乏了 还是不要 就气呀 代孕也有气呀 我真的三观乍链 你们倒是一拍老口说要三 一拍屁股都说走人 但是因为你们那一时兴起 诞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小孩子们 郑爽还回应说 在境外我尊重一切法律法规 字面意思大概就是 他找大狱那件事情 在美国合法 对不起 这真的不是一句 那个事情在美国合法 就能全部掩盖了 因为这件事情 不仅是关乎 待遇妈妈自己的选择 他们也有可能被钱破 被拐卖 在这合法的背后 到底存在多少黑色的产业链 连电视剧都编不出来 反正我坚决支持我们国家的法律 坚决抵制待遇 待遇犯法 为什么我那么讨厌待遇 生孩子真的是一个 非常伤女性身体的 而且又危险又痛苦 是真的危险 是因为科技的发达 才让现在产妇存活率那么高 就是你如果是读过书的 你可能被迫被人拐卖 或者是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农村里面的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 家里很穷生了女儿 父母就把你当成 他让成一个正常的正常的工作 还有女孩子 他嫁给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男的 男的出去赌 赌了没有钱的 就把你拿去卖 这个就是很现实的 特别是这种东西是 你越挖就越黑暗 他没有底线 没有道德 你如果没有法律 去规范他的话 那就完蛋 而且郑爽 他作为一个流量这么高的公众人物 他这个就是无形中在炫养一种 价值观 就无形的给那种 不了解大运这个产业 有多黑暗的那些青少年 他们不知道 给他出一个非常不正确的 价值观 真的是不行的 不行不行 更好笑的是 那件事情曝光后 有网友扒出 徐建雷曾经的采访 在采访头他还骄傲的说 他会选择代孕 而且很多朋友 都是他介绍去做代孕的 可想而知 这件事情在内遇 是多么的稀松平常的事 找一肚子 这很正常 我身边很多人这样啊 双胞胎三胞胎全都有 哪怕是到了 大家都在抵制代孕的今天 他对那件事情的表态 还是那个云淡风轻 我真的想告诉这些 秩序高人一等 仿佛国家手上拥有了 生杀大权的造物主 从你们认为生命是可以买卖的那一刻去 你们自己也成了商品 如果你们可以买卖生命 那一定也有人能够买卖你们 你们以为你们是猎人 但其实你们也是猎物 是猎人一等 二一 二三 八